最近,虽然我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纪念辛亥革命170周年的讲话上,严重警告了台独分子,并且还反复强调了统一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包括这一段时间以来,全世界各大媒体以及各国领导人也都在反复讨论着大陆武统台湾的可能性 这些都使得很多人感觉到两岸统一的步伐可能越来越近了,甚至是传说中的武统也都有可能随时爆发 其实关于两岸统一的问题,推比图这个一千多年前的吞气语言早就为我们做出了详细的预测 尤其是在第43项的衬言部分,更是我们预言出了统一的各种细节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详细的解读一下这一项的衬言部分 由于本线的衬言部分,确实蕴含了太多的预言信息 所以本期的解读视频会有些长 尤其是在本期视频最后,我们还将会有一个重大发现 这个发现不但预言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 而且还能推背读第44项所预言的圣人制式呈现其后 所以希望大家多点耐心,看到最后 好了,话不多说了,我们现在就开始解读吧 大家好,今天我们接着解读特别图第43项 今天我们要解读的是它的衬言部分 实际上一期的视频中,我们通过对本像图像中人物的解读 得出了图像中的人物,代表的就是中国大陆和台湾 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两岸最终发展的结果 但是直到现在,却还有很多人 一直在质疑着这一项所预言的对象 以及所预言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时期 甚至还有人在经营着各种各样的解读 所以,今天在我们解读这一项趁严之前 就再来进行简单的研究 来看看这一项所预言的对象到底是谁 所预言的历史时期 是不是我们当下正在发展着的 以及即将到来的这一历史时期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推背图已经完全验证过的卦象里面 他所预言的一些历史事实 大家基本上都是比较肯定没有什么争议的 我们就当最近的几个卦象来说 比如推背图第39项 我们大家公认的是 这一项预言就是抗人战争以及抗人战争的胜利 而推背图第40项 大家也基本上没有争议的认为 这一项预言其实就是中华民国的战败 以及国民党政府最后偏安一语的这个历史事件 所以很明显 推背图第41项 通过我的解读 包括大家也比较认可的是 他预言的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以及建立之初 所发生的王王大革命这些历史事件 而关于争议比较大的推背图第42项 通过我的解读 大家也基本上都了解了 他所预言的也就是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一场政治风波 其实也就是发生在中国的一场颜色革命 所以从时间轴的发展规律来看 很明显推背图第43项预言的也应该是我们当下正在发生着的 或者是不远的将来 即将要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呢 其实关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根据推背图的实践轴规律来进行下基本的推算 我们可以以前40项为例 我们来看 从第1项开始 一直到第40项 他所预言的历史时期 也就是从李世民的贞观时期 一直预言到了中华民国灭亡的1949年 贞观时期 也就是公元627年到公元649年 共计23年 我们就取正观元年来进行计算 也就是说 推背图前40项所预言的时间长度 是从公元627年 一直预言了公元1949年 总共历史1322年 而如果出于40项的话 基本上一个挂项所预言的平均时间长度是33.05年 粗略计算的话 也就是推背图一个挂项所预言的历史事件 它的时间跨度是30到40年之间的长度 出于那些两项预言事件接连发生 比如推背图第40项和第41项 以及那些时间跨度比较大的挂项之外 许多挂项 基本上也都遵循着这样一个时间跨度 尤其是在推背图预言 近代历史的时间跨度上 更加遵循着这样一个规律 比如从第41项开始 也就是预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1949年 到下一个挂项 继推背图第42项所预言的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它的时间间隔就是整整40年的时间 而我们又都知道 从1989年到今天2021年 时间又过去了32年了 也就是说从推背图上一项所预言的历史时期 一直到现在 又到了一个挂项时间跨度的平均值了 换句话说也就是 又到了推背图 下一项所预言的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了 这也就代表着 从时间上来说 推背图第43项所预言的历史时期 就是我们当下 或者不远的未来这一段历史时期 而本项所预言的历史事件 也就是我们当下正在发生着的 或者不久的将来即将上演的重大历史事件 那么这个即将上演的重大历史事件到底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我们前面解读出来的两岸统一呢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一项的衬言部分 来看看这一项的衬言部分 到底为我们预认了哪些内容 哪些细节 我们来看这一项的衬言 它的内容是 军非军 陈非陈 时间为 中刻定 在前面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一般推背图的衬言和送言 它的前面部分描写的就是当下的局势 或者造成当下局势 以及未来结果的一个原因 而后面部分呢 则是我们描写了 这个局势最终结束的一个状态 或者结果 那么这项衬言的前面两句 军非军 陈非陈 所缘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状态呢 其实 军非军 陈非陈 这句衬言 在古代 照在唐朝之前 这个句子并不常见 比较常见的 其实跟这个句式和语义 都比较接近的一个句子 而且还是古代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叫军不军 陈不陈 这句话出自论语言渊 齐警公问正宇孔子 孔子对曰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公曰 善哉 姓如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 虽有素 无得而识诸 意思就是 齐警公问孔子 如何治理国家 孔子说 君要向君 臣就会向臣 父要向父 子就会向子 齐警公回答道 对啊 果真如 国君不像国君 大臣也跟着不像大臣 父亲不像父亲 儿子也跟着不像儿子 即使有粮食 我能吃得上吗 其实关于这段记载中 孔子和齐警公的这段对话 村故至今 引起了很多人的研究和讨论 比如 孔安国就认为 当此之时 臣恒至齐 君不君 臣不臣 故以此对也 也就是说 孔安国认为 孔子为什么这样对齐警公说呢 是因为当时 臣恒至齐 齐国的社会 本身就是一个 君不君 臣不臣的混乱局势 所以孔子才会这样对齐警公说 其实这一点 孔安国说错了 这里不应该是臣恒 应该是臣齐 因为臣恒至齐 应该是在 井公去世七八年后才发生的 而关于当时的真实情况 宋人臣香道语 井公之时 庆丰灭崔氏 田豹高鸾 谋庆氏 而田氏又 斯启德于民 此臣不臣也 井公一气哨子 徒为太子 而群竹公子于来矣 而群公子 皆亡于外 是子不子也 臣之不臣 亦君之不君 子之不子 亦父之不腐 故孔子大一 君子臣臣 父子也 其实陈炎道的这段话 就是解释了 当时七国 君不君 臣不臣的形势 以及为什么 孔子会如此 回答齐庆公的原因 而关于 后面 齐庆公的回答 孔安国语 言江维也 臣氏果灭齐 也就是说 在当时 齐庆公已经感受到了 七国当时存在的危险 并且在最后 臣氏也果然灭亡了七国 其实 关于君不君 臣不臣 后来的古人 也对这个问题 经营了非常多的论述 比如 实际太史公自序 也就是说 君不君 臣不臣 是天下或者说一个国家 最大的果措 春秋古梁传 为天下主日天也 祭天者君也 君之所存者命也 为人臣而亲起君之命而用之 是不臣也 为人君而施其命是不君也 君不君臣不臣 此天下所以轻也 也就是说 君不君臣不臣 也是造成一个国家 轻负灭亡的最大原因 孔宗子抗之地时 为侯言计非事 而君臣贺者如出一口 子思 也就是说 君不君臣不臣 会造成君暗臣产国家灭亡 所以通过以上古人的论述 我们可以知道 君不君臣不臣 是一个国家最大的过错 是国家穷富的最大原因 而出于这样一个局面的国家 或者社会 必定是一个君暗臣产的国家和社会 而它最终的结果 也必定会像七国一样 最终被颠覆和灭亡 解读完了君不君臣不臣的具体含义 我们就再来看看 本乡称言 君非君臣非臣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句话 虽说只是一字之差 意思也有些相近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品味的话 还是能够发现 两者之间其实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我们来看 君不君臣不臣中的不 它的意思是不像的意思 比如君不君 就是指君主不像个君主的样子 不过 虽然不像个君主的样子 但是它终究还是个君主 而君非君臣非臣呢 这类的非在古代 包括我们现在 它的意思都是不是的意思 是一个很明显的否定句 比如春秋古梁传语 小君非君也 这类的非就是不是的意思 意思就是 小君指的并不是君主 而是君主的配偶 所以君非君臣非臣 这个非指的就是 所谓的君主根本就不是君主 而所谓的大臣也根本就不是大臣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前面那么详细的解读了 君不君臣不臣 但是它跟我们本相称言 君非君臣非臣 根本就不是一个意思 那么本相称言 君非君臣非臣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它跟这个 与它句式完全一样的 君不君臣不臣 到底有没有什么联系 其实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只要在唐朝之前 我并没有发现相关的论述 到时到了北宋时期 作为唐宋八达家之一的欧阳修 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做出了详细的论证 在他的文中集 《一童子问卷2》中说到 童子问曰 歌之团曰 汤武革命 顺虎天而硬虎人 也就是说 在古人看来 当一个国家或者社会 处于君不君的时候 那么这个国家的君主 也就不能称之为君了 也就是非君了 其实也就是君非君了 而君非君则自然臣非臣了 所以通过欧阳修的论述 我们可以知道 正是因为君不君 所以才造成了君非君 换句话说也就是 所谓的君非君 臣非臣 正是来自于君不君 臣不臣 而通过前面的研究 我们就又可以知道 所谓的君不君 臣不臣 它最终必定会造成一个国家 或者社会的灭亡 再结合我们刚得到的结论 君非君 臣非臣 正是来自于君不君 臣不臣 所以这就代表着 处于君非君 臣非臣这个状态的国家 或者社会 它必然是一个来自于 已经被颠覆 或者灭亡掉的国家 或者社会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对推背图 时间轴的论证 我们又都知道 推背图第43项 所谓的历史时期 就是我们当下 正在发生的 以及即将要发生的 这段历史时期 而通过在上期视频中 对本项同样的解读 我们又知道 本项所谓的对象 正是中国大陆和台湾 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发展 所以基于这么多的要素 综合起来 我们就可以确定 当前能够复合 君非君 臣非臣 所谓的对象的 就只有台湾了 因为今日的台湾 正是来自于那个 已经被颠覆 和灭亡掉的中华民国 也就是说 正是由于中华民国 当初军不军 臣不臣的一个状态 所以才造成了 他的灭亡 而已经灭亡了中华民国 他的残余势力 又逃到了台湾 所以就又产生了一个 君非君 臣非臣的 隔绝政权 偏安政府 其实 关于君非君 臣非臣 到后来 还有各种各样的衍生教杆 比如青人 王福之在 都通见论 五代中说道 出大乱之事 君非君 相非相 在都通见论 五代下中还说道 实事之事 君非君 将非将 这里的实事 指的就是石敬堂 而这里面提到的五代 指的就是 唐朝之后的五代十国 所谓的五代 是指五个 一次更替的中原政权 虽然在当时 称得上实力强大 但是都无力控制 整个国家 充其量也只是一个 翻证型的朝廷 所以才被古人称之为 君非君 相非相 或者君非君 将非将 换句话说也就是 在古人看来 无论是君非君 臣非臣 还是君非君 相非相 一般指的都是那些 不被承认的 割据政权 或者自立为王的 翻证型政权 而在我们今天 跟五代时期 这些割据政权一样 直到今天还在保存着 前朝政府的割据政权 也只有台湾地区了 所以这也再次证明 特别的第43项 称言 君非君 臣非臣 所有的对象 就是台湾这个割据政权 而且巧合的是 在我们解读 第40项的时候 我们在论证 特别图所有卦象里面 图像中的孩子和大人 所代表的意义的时候 所依据的 正是六元五代时期的 特别图第14项 在这个卦象中 他把那些 割据政权的 翻证型朝顶 通通称了童子 也就是他的宋言所说的 十三童子 五王公 而更为巧合的是 在本项的图像中 也再次出现了 代表割据政权的孩子 并且在他的衬言里面 还出现了 专门描述割据政权的 专属词语 君非君 陈非臣这样的衬言 所以这也再次证明了 特别图第43项的 前面两句衬言 预言的对象 就是台湾 只不过 唯一的区别是 在别的卦象中 出现的割据政权 是处于乱世纷争时期 他们要么是想 割据一方 自立为王 要么是想 异等中原 雄霸天下 只有在本项同样中 出现的孩子 也就是台湾 在代表 中央统一政权的大人 已经出现的时候 也就是中国 已经安定统一的时候 天下已经太平的时候 却还在妄想着独立 所以才在本项的图像中 代表台湾这个 割据政权的孩子 竟然穿起了 只有大人才能穿的 玉带长袍 也就是说 台湾这个孩子 所代表的割据政权 居然装模作样的 像大人所代表的 中原政权一样 搞起了选举 还选出了所谓的总统 并且还对外宣称着 自己还是一个国家 而且正是因为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才引起了 代表中央政权的大人 怒气冲冲 做事要打的一个局面 而装模作样 学着大人的样子 想搞独立的台湾地区 虽然他们现在还号称着 连他们自己 都不愿承认的中华民国 虽然他们选举的领导人 还号称着是 所谓的中华民国总统 但事实上 在当今世界上 几乎没有国家承认他们 而他们的领导人 也被世界各国 当作一个地区领导人来看待 包括他们的外交人员 也被各国 当成一个地区的区域代表 而这种所谓的领导人 都不到普遍的承认 所谓的外交人员 也只能被当作 地区代表的情况 不正是军飞军 陈飞臣的一个状态吗 所以 这也再次印证了 本乡称言 军飞军 陈飞臣 所言的对象 就是台湾 同时 这也再次让我们见识到了 特别图语言的用词精准 所以 通过我们一系列的论证之后 我们也得出了 本乡称言的前面两句 军飞军 陈飞臣的称言 他所言的对象 就是台湾 而根据我们刚才 对军飞军 陈飞臣的解读 还有根据我们当下 局势的发展来判断 像台湾这样 军飞军 陈飞臣的一个混乱局势 是肯定不可能维持很久的 最终 肯定是要被终结和结束的 那么 最终会被 谁来终结和结束呢 很明显 肯定又是本乡所言的 另一个对象 中国大陆了 但是 已经维持了70多年 分裂局势的台湾 最终会在什么时候终结呢 过程和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这些 其实在本乡称言的后面两句 都为我们做出了详细的预言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本乡称言的后面两句 史尖为中刻定 我们首先来看 史尖为这句称言 尖为一词 本义是指艰难险祖 与初子曹丕寡夫妇 为生民喜尖为 与孤寡喜常悲 这里的尖为 描写的就是东汉末年 三国时期社会动荡 天下大乱的一个混乱局势 同样的情况还有 三国志未书五敌纪 裴松之祝约 孙盛云 少阴氏监微 遂怀谋女 上亿神气 下干锅纪 这里的监微 指的还是东汉末年的 社会动荡 天下大乱的一个形式 后来 监微多用指 国家民族处于 艰难危险之中 比如禁书宗世列转约 指王室多难 中原武庚 表义贞结 孝级监微 这里的监微 指的就是西锦时期 战争纷乱 外族入侵 这段记载 描述的就是 牧兽的祖父牧虫 搭救拓跋归的一个事件 而这里的监微 指的是民族处于 艰难危险之中 还有 卫书兴雄传言 当今天下潜离 酒精贼寇 父死凶亡 子弟沦陷 流离监微 时事而久 白沽不收 孤穷米婿 财丹利劫 无以足碎 这里的监微 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是天下百姓 处于艰难危险之中 以及还有 晋书里面的 秘履监微 蒙范监微 魏书的监微之计 北七书的大级监微 北市里面的 同级监微等等 所以 从监微的本意 出处 以及后来历史供陷中的 广泛使用 我们可以看到 所谓的监微一词 最初是用来描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动乱局势的 而魏晋南北朝 又称三国两进南北朝 是中国历史上 政权更迭 最频繁的历史时期 长期的封建割据 和联名不断的战争 这人这也时期的 最大特点 也就是说 监微一词 描写的就是 天下大乱 一族乳群 战争不断 民不聊生 国家分裂的一个危险局势 而关于监微一词 我这里要进行下 简单的阐述 那就是监微这个词 对于推特的作者 也就是隋唐时期的 李春风来说 应该是不会陌生的 因为这一个词语 无论是从他的出现的时间 还是被广泛使用的时间 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而魏晋南北朝 结束之后 就是隋唐时期 而且这个词语 在隋唐时期 也被广泛的使用 比如在后汉书 《鲁公列传》中有 白山之难不觉如现 而同样也是 作为隋唐时期的李贤 在为这句话 作出的时候说 白山即天山也 言荣故聚集匈奴 故至天山 荣还下狱 同意兼为故约如线 更为重要的是 记载这一时期 比较著名的史书 就是唐朝时期 所著的 晋书和五代史 而五代史的部分 后来并入到了隋书 而李春风呢 又是晋书和隋书的 主要作者之一 比如旧唐书 《李成风列传》 15年 除太常博士 《循传》 《太史城》 预传晋书及五代史 其天文 绿吏 五行志 及春风所作业 所以 作为唐末隋书的 推位图作者 在他的推位图中 史义下他最熟悉 却在工作中 经常使用到的流行词语 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而这一点 也在用词习惯 和语言习惯上 为我们证明 推位图就是李春风所作 提供了证据 而且更为巧合的是 在本乡的宋言里面 黑兔走入青龙穴 所引用的典故 同样还在对李春风 参与编转的禁书里面 这一点 其实也给我们前面解读的 推位图第41项 他的衬言和宋言 都来自于诗经里面 同一首诗的情况 一模一样 也就是 推位图许多挂现的 衬言和宋言 吴振送他的预言内容 还是已经据点上 两者都是有着 高度的关键性和统一性的 所以 这也再次从另一个方面证明 推位图这个语言 吴振送他的 学说价值和观修造诣来说 也都不是几个 无聊的民间文人 随随便便 就可以粗之滥造出来的 而史间伟的史呢 他的本意是 起头最初的意思 与中相对 所以很明显 这句称言 因为那就是在最初的时候 当时的局势 也是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样 是一个天下大乱 义族入侵 战争不断 民不聊生 国家分裂的一个动乱局势 而这样的一个动乱局势 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其实就是清末民初时期 这一时期的义族入侵 战争动乱 包括后面的日本侵华 国共内战等等 这些动乱局势 将为时刻 才造成了台湾地区 军非军 陈非陈生的一个 困乱结果 而且我们能使 这个字的解释也可以知道 它与中相对 代表的就是 起头最初的意思 所以很明显 本乡称言的最后一句 中刻定的中字 代表也就是最终的结果 而中刻定呢 也代表的 这样一个由 始建委所造成的 军非军 陈非陈的分裂局势 最终肯定是会被 最终刻定的 那么这个军非军 陈非陈的分裂局势 最终就是怎样被刻定的呢 其实 想要了解 中刻定的一些细节 我们就要首先了解 刻定这个词语 它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 刻定本义为功课平定 出自诗经周送还 虽万邦屡丰年 天命非解 还还武王保有绝土 于义四方刻定绝家 于赵于天 皇一见之 意思就是 万国和睦 连年丰收 全靠上天将福祥 威风凛凛的武王 拥有英勇的兵将 保有原来的国土 安抚了天下四方 周氏安定兴旺 功德昭诸于上苍 请皇天 剑插我 周氏家邦 正玄简 能定其家 先王之夜 遂有天下 也就是说 刻定本义是功课平定 统一天下的意思 后寅称安定或平定为刻定 其实 关于周送还 近现代学者 一般都认为 他是大武中 一个约章的歌词 据左传宣宣宫十二年记载 处子曰 武王克商 作宋曰 又作父 其六曰 随万邦 吕丰丰年 由此可知 环师悦武 大武六成 也就是第六场的歌诗 据李记悦记记载 孔子对大武六成 所表现的历人事件 作有如下说明 十而北出 再成而灭伤 三成而南 四成而南国是江 五成而分 周公左 少公右 六成赴罪 一宠天子 正环不解约 六成为六奏 向兵环镇旅也 也就是说 根据李记 月记的记载 孔子认为 大武的六场越武 表演的内容 大致是从武王伐咒 到分封建国的整个过程 包括 世诗北上 木野之战 凯旋 安定南部边疆 周少辅佐 武王建国等部分 而最后的 环所表现的历史事件 则是在扬天子之威 所以现在大家也都普遍认为 大武六成的越武 也就是环所表现的内容 是周公东伐燕国之后 回到浩京 大会四方诸侯 及援国使者 举行幼兵仪式 即所谓的兵环镇旅 以扬天子之威的使使 而周宋环这首诗 也是举行幼兵仪式前的导词 所以 从克定的出处和背景 我们可以知道 所谓的克定 其实不只是指周武王克商的 丰功伟纪 它还代表了 周公继承武王一致 带兵东伐 克定燕国 拼命天下的一个丰功伟纪 也就是说 克定 它其实代表的是周朝 功克平定天下的整个过程 那么在克定的出处 提到的周公东伐 功克平定燕国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 说到东伐燕国 就不得不提历史上的三年之乱 在周人取得了政权之后 根据当时人们灭国不绝色的原则 保留了殷人的祭祀 同时也是为了收买人心 安抚殷商移民 以及展示自己的宽容仁慈 巩固自己的政权 所以 周武王把商周王的儿子武庚 封在了殷商故地 但是周武王终究队伍更不放心 害怕他启事作乱 于是又把昭阁周围的 原京畿之地 分为贝 雍 魏三个小国 安排自己的弟弟 管叔 菜叔 霍叔 驻入在印度周围的 魏 雍 贝三国 史称三间 以监督 殷商移民 放弃造反 公元前1043年 武王有姬 死去 称王继位 由于称王年幼 所以由周公带姓王室 在武王的弟弟中 管叔最长 按照兄中弟级的惯例 他自有资格摄政 因此他认为 武王的遗命 是遭到了周公的篡改 再加之 周公制度的理智 严格限制了 诸侯的势力 所以这也引起了 武王群弟的不满和猜忌 据上书金腾记载 管叔积极群弟 乃流言与郭曰 公将不利于如子 在这种情况下 管菜就与武庚联合作乱 而武庚呢 其实早就有复国的野心 这时他不仅联合三间 而且又和殷商旧地 东夷的 徐、燕、波姑等国串通 叛乱反周 局势十分严重 管菜以及武庚 与东夷地区的叛乱 严重的威胁了周王朝的安全 周公团结少公事 采取果断措施 轻率大军东征 上书金腾记载 周公居东二年 则罪人私得 周公首先镇压三间 制止了流言 杀了管叔 放诸了菜鼠 还诛杀了武庚 以周王树雄为子 继承因死 在宋经河南商丘地区建国 史称宋国 武庚覆灭后 周公继续东征 经过三年坚固斗争 这场动乱才搞平定 事实上 周朝东征的范围比较广阔 穷追猛打 使周朝的声势 达于江南 其实也就是声势 达到了周朝的东南地区 注意是东南地区 所以 由这个克定一词的 出处和背景 我们可以知道 所谓的东发胜利 统一天下的最后一战 克定的正是 前朝参与势力 燕国 而巧合的是 在这个预言之 我们当下正在发生着的 以及即将要发生的 推背图第43项 他的衬言 所描述的对象 正好也是 前朝参与的 歌曲政权 所以很明显 本项衬言 东克定 也再次我们锁定了 本项所缘的 被克定的对象 肯定就是 这个来自前朝的 歌曲政权 号称中华民国的台湾 其实 在推背图的预言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 他的很多预言内容 尤其是他的衬言部分 都是寥寥三五字 就为我们预言了 一个波澜壮阔的 重大历史事件 而推背图 之所以能够用 这么少的文字 就为我们预测出 这么多的内容 其实靠的就是他 精准的用点能力 所以 本项衬言 最后一句 中克定 其实他所引用的 正是克定一词 所代表的历史典故 也就是周朝 功克平定天下的 整个过程 所以这也代表着 本项所缘的 最终克定台湾的 整个过程和结果 也跟当初 武王克寅 以及后来 周朝统一天下 克定前朝 残云势力的 这个整个过程 和结果非常相似 所以 弄明白了 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最终 统一台湾的过程 和细节 到底是怎样的 一个情况 我们首先来看 最终统一台湾的 方式是什么 其实 关于克定一词 他最初是用来描述 武王克寅的 丰功伟级的 比如史记 周本纪曰 武王继位 正义事法 克定 霍乱约武 也就是说 武王为什么 称之为武王呢 是因为他克定了 霍乱的原因 但是到了后来 凡是武王盖世 通过武力的方式 平等了霍乱的帝王 以及一些将领 最终在历史上的地位 也都是以武相称了 其实也就是 以武为始 比如史记 孝武本纪约 孝武皇帝者 正义事法云 克定霍乱约武 后汉书 光武帝纪约 士族光武皇帝 惠秀 自文书 李贤主 事法 能少前夜约光 克定霍乱约武 所以 通过这些记载 我们可以知道 所谓的克定 其实就是克定霍乱的意思 而克定霍乱这个词语 它又出自于 益州书事法节 叫做克定霍乱 又武 也就是说 在古代 克定代表的是克定霍乱 而克定霍乱 在古代又被称之为武 也就是说 克定 其实就是古的意思 所以 通过本乡称言的最后一句 中克定 我们也就可以知道 推北德的作者 在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 最后统一台湾的方式 必定是以武力的方式 进行统一的 其实也就是武统 那么 最终会怎样武统台湾呢 或者说 是以什么的方式 进行武统的呢 史记正义 论力 事发解约 克定霍乱约武 以兵争 故能定 意思就是 怎么样才能克定霍乱呢 必须是以出兵征讨的方式 才最终克定 所以这就代表着 最终武统台湾的方式 必定是以军队出动 武力征服为基础的一个统一过程 所以 通过本乡称言中 最后一句称言 中克定中 克定义词的解读 我们可以知道 特别都在明确的告诉我们 最终统一台湾的方式 不但是武力统一的方式 而且在武统的时候 必定会出动军队 并融相见 而克定又代表着 克定霍乱 所以由此 我们就又可以知道 在我们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崛起的过程中 台湾的存在 和它的所作所为 已经成为这个过程中 最大的阻碍了 已经变成了一个霍乱了 所以最终 才会被以武力的方式 功课评定的 在确定了 统一台湾的方式之后 我们就来看看 最终统一台湾的过程 又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知道 现在很多人 都在焦急的等待着 为什么还不武统台湾 甚至是包括对岸的网友 也都在质问 武统都喊了七十多年了 怎么还没有武统 事实上 从中克定这个称言 所以由的典故 我们也可以知道 其实武统台湾的过程 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像武王克音的过程那样 是经历了精心的 长时间的准备之后 才开始进行的 据历史记载 武王克音 其实早在周文王时期 周国就进行了精心的准备 直到周文王去世 周武王继位之后 才发动了灭商战争 而又到周武王去世之后 周城王在周公的辅佐下 东伐燕国 才彻底的消灭了 商朝的残余势力 才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 国家统一 也就是说 最后彻底灭亡 殷商政权的所有势力 最终完成整个国家的统一 周朝共用了三代人的奴隶 其实也就是 在周文王的儿子和孙子 两代人的时候 即周公和成王的时候 才最终完成了 对前朝殷商势力的 彻底消灭 才最终实现了国家统一 所以看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有些恍然大悟 怪不得在这一项 下面的颂言中 他会使用 三十年中子孙节这样的颂言 这就代表着 今天我们大陆 最终克定台湾 彻底终结 前朝残余势力的过程 也需要子孙三代人的努力 才能达到 这一点 我会在解读下面 本项颂言的时候 为大家详细解读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 在武王克寅的实施过程中 周人都进行了 哪些精心的准备 其实在武王克寅的过程中 最著名的准备 就是孟金官兵 孟金官兵 是中国历史上 比较早的 规模较大的幼兵之一 有公元前1048年 周武王为了检验 自己的号召力 试探各国诸葫的态度 和双周王的反应 周武王在孟金 近河南孟金 进行了大规模的幼兵仪式 史称孟金官兵 这次幼兵实际上是一次 为灭伤做准备的 军事演习和检阅 所以从中克定 所有人的典故 再结合我们现在 解放军已经持续进行了 一年多的 各种大小规模的 军事演习来看 尤其是在最近国庆期间 解放军军金绕台的 架次越来越多 规模越来越大 可以知道 特备图所预言的 武统台湾的过程 事实上 已经到了武王克寅中 孟金官兵的重要时刻了 同时 这些规模不同的军事演习 也像孟金官兵一样 是在测试各方面的反应 不过 虽然武统一直在准备中 但是最终会在什么时候 才真正武统呢 而武统的时候 会不会遇到 对手的殊死抵抗呢 以及武统的过程 又会持续多久呢 换句话说也就是 武统台湾 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还是像岛内 一些人物叫嚣的那样 台湾方面会殊死抵抗 持续很久呢 其实关于这些问题 本乡趁严 中克定中的克定 也为我们做出了预言 在中克定 所引用的典故 武王课音的过程中 根据历史记载 在经历了孟金官兵之后 又两年 武王探知 伤咒王更加昏庸暴虐 良辰笔干 几子 忠言觐见 一个被杀 一个被囚 太师资 邵师强 见咒王一不可救药 抱着商朝 宗庙祭气出逃 百姓皆侧抹而逝 简口不言 武王同江上研究 认为灭伤条件 已经完全成熟 遵照武王 实质而勿疑的遗嘱 果断决定 发兵发商 通告各国诸侯 向昭戈进军 最后也就发生了 目的事实和牧野之战了 所以这就代表着 在进行过 军事演习和精心准备了 两年之后 伴随着敌人内部 流浪人 越来越昏庸暴虐 社会矛盾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最终的决战终于到来 也就是说 随着我们目前 解放军军事演习的持续时间 和显习规模的不但扩大 以及岛内上下 越来越肆无忌惮的 斜扬自重 妄图抬毒的情形下 最终武统之战 必将到来 那么 真正武统的时候 又会发生在哪一天呢 而这个过程 又会持续多久呢 其实关于武王克寅 上书牧师记载道 十家子日媚爽 王志予 商交牧野 关于这个记载 在1976年 出土于陕西林同县 林口镇的 立鬼名文中 得到了印证 立鬼又名武王争伤鬼 它里面的名文记载道 武王争伤 为家子昭 遂顶 克魂素有伤 新位 王在兰师 伺有事立金 用作贪功保尊义 关于这段话的解读 争议比较多 目前大家比较认可的有两种 一种解读认为 周武王蒸发商周王 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 并在遂行当空的 家子日早晨 占领了昭歌 到了第八天 新位日 武王在兰师 还进行了论功行赏 另一种解读认为 武王上商都 发起最后的攻击 是在家子日的黎明 当时 遂行中天 战斗到天黑 就占领了商都 在第八天后的新位日 武王在兰师 论功行赏 所以根据这些 不同的解释 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武王刻印的时间 就是在家子日早晨 并逢遂行当空 只不过是 一个说法说是 结束于家子日早晨 一个说法是 开始于家子日早晨 总之 不管哪一种解读 我们都可以看到 所有的武王刻印 他的整个过程 都持续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也就是 基本上在半天 十二个小时内 就结束了战斗 而且 天球家还依据 《历鬼名文》中 记载的 甲子日 碎行 也就是木行 在中天的天象 并参照 国语 周语下的记载 计算出了 武王伐咒的时间 就是在公元前 1046年 1月20日 所以 从中刻定中 刻定所引用的这个典故 我们就又可以知道 特别的所运人的 武董台湾 说不定就会发生在 某一年的年初 一个碎行当空的 甲子日早晨 而且 武董的整个过程 基本上也会在 12个小时之内 彻底结束 毕竟在结束后的 第八天 新卫日 就已经开始 论功行赏了 疑或许是 岛内居民 就已经开始 焕发第二代身份证了 解读完了 武董开始的时间 和持续时间 我们现在就要看看 在这个过程中 会不会遇到 台湾方面的 殊死抵抗 其实 想要了解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要看 本乡趁言 中克定所代表的 武王克音 他的过程是怎样的 在历史记载中 当武王的联军 目的事实之后 禁止到牧野 当时在昭阁城内的 商周王 着实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因为在昭阁城内 根本没有足够的精兵 可以与敌 而且也没有可用的战车 单高步兵 很难和冲击力强大的 战车任相抗衡 更何况 周军士气正锐 所以 无奈之下 周王帝心 只好仓促的武装 打批奴隶 战俘 连同守卫国度的军队 一起开赴 牧野迎战 在战争中 商经中的奴隶和战俘 全无斗志 纷纷倒戈 奴隶们为了逃命 加上被后面的人潮推动 于是倒戈相向 乱打一起 再加上身后联军的 战车 假兵 步兵 一层层的进攻 地心的最后一道阵线 也守不住了 不得不快马加鞭 逃离战场 商军残余的抵抗 仍然持续了一天 但以无力挽回局面 也就是说 根据中克定 所有的典故 牧野之战的过程 我们可以知道 在武统的过程中 不但时间上 像牧野之战一样 非常迅速 而且对面的郭金兄弟 也会像商周王 临时组建起来的 奴隶军队一样 毫无斗志 甚至是不知道为何而战 所以届时 郭金兄弟的流氧传统 也就是临阵倒戈 振前提议 到时候肯定还会继续保持的 所以才会使得 武统进行的非常迅速 仅仅半天的时间 就快速结束了 解读完了 整个武统的所有细节 这个时候 我想大家肯定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没有得到答案 那就是许多人都比较关心的 武统之后到底会怎样 会不会真的出现 智力上的困难 或者是国际间的制裁 或者谴责 其实这一点 也是很多反对武统的人 包括对岸网友 经常炒作的一点 他们都认为 我们中国当前的任务 是发展经济 而武统的话 不利于我们国家 现在的经济发展 甚至是 按照对岸网友的说法 武统之后 会让我们改革开放 几十年的发展成果 毁于一旦 那么事实上是这样的吗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武统台湾之后 对于我们中国 或者说中华民族的发展 影响到底多大 简单的说也就是 武统台湾的结果是什么 其实这一点 本乡称言的最后一句 中克定也为我们做出了语言 根据中克定的出处 周顺环所记载的历史背景 我们可以知道 这首诗是周公在 平定了三年之乱 东伐胜利归来之后所做的导辞 而当时的三年之乱 严重的威胁了 周朝的统治秩序 所以周公才花费了三年的时间 进行东征 最终彻底消灭了 殷商王朝的残余势力 同时也扩大了东方净土 而在彻底 克定了前朝参余势力之后 为了巩固周王朝在东方的统治 周公又进一步迎建东都洛邑和封建诸侯 而周公、成王、康王时期 则又是西周王朝最繁荣稳定的发展时期 史家称 称康之计天下安宁 行错四十余年不用 所以这些时期的盛世 也被史家称之为 称康之治或者称康之史 所以 由克定意思的出处和典故 也就可以知道 当我们中国 最终克定了台湾这个前朝参余势力之后 必定会迎来一个圣人治世 伟大崛起的繁荣盛世 也就是我们新时代的成康之治 而更为巧合的是 在本乡语言结束之后的第四十四项 他作语言正是一个 中国而今有圣人 虽非豪杰也周成 肆意从与称天子 匹吉泰来九国春的中国圣世 在这里 不但提到了中国圣人 而且还提到了 开创成康之治的一代明君周成王 因此 我们也就可以再次看到 推背头语言 不但在他每个卦象的 衬言和送言里面 在预言内容和引经据点上 保持着高度的统一和关联 而且在前后两个卦象的 预言内容和引经据点上 也保持着高度的统一和前后联系 而且这个联系 还是因果关系中 因和果的一个必然的联系 也就是 正是因为 有了前面第四十三项所预言的 像周公东征一样 消灭了前朝的参余势力 统一了国家 所以才迎来了 后面第四十四项所预言的 像成王和康王所开创的 成康之志一样的中华盛世 所以 通过我们对 推背图第四十三项趁严的 全面解读 我们可以知道 在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国家伟大揪起的过程中 作为前朝参与势力的台湾 已经成了阻碍我们国家发展 且不得不攻克评论的一个霍乱了 而在我们评论了这个霍乱之后 迎来的必将是一个圣人复生 万国来朝的中华盛世 好的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关于最终武统台湾 到底会在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下 才会发生呢 而发生的最后实现 又会在什么时候呢 这些在我解读本项宋言的时候 都会为大家详细解读的 谢谢大家观看 有喜欢的朋友订阅一下 点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 我发布的视频 谢谢大家再见 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